哈喽大家好,我是阿珠,现在是凌晨四点钟 我是第一次凌晨四点钟来吃那个猪脚饭 这一家是在惠来神泉港 我们刚刚去完海鲜市场 来吃这一家叫做老姜卤肉饭 这一家是十四几年了 阿伟带我们来吃阿伟丛 一碗饭是五毛钱 吃到现在不知道多少钱,我们去看一下 你这家是家吗 你養我吗 你干吗 你干吗 可能可以用一个优势 有一个做个 Myers 你运动这一家女孩 大牛鸡 大牛鸡 我大家都买卖 好 我是个人 我都买卖了 看看你放卖 太师夫 哦,那个啊 哎,这个是不是有道理啊 如果这里是开了四十几年的话 我那时候还没有存在这个世界上呢 然后它就一定有了这家店啊 然后我们今晚看到的是二江 老江梅在这里 它继承了这家店 这个为什么这么多人,因为隔壁就是那个海鲜市场嘛 这个饭店供应的就是在这个海鲜市场的人去吃饭的 他们吃完饭就去干货了 吃猪脚比较有能量嘛,所以干结果来就给饭了 导游已经忍不住先吃了 为了陪我们拍视频 他已经饿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了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上完的菜 一盘滷肉,一盘野饼 还有一碗那个珍珠花菜汤 就是这边的那个标配 那这个视频我们就不追求美感了 因为在美味面前,什么都是假的 那来到凌晨这个三点钟 我看到这个我... 不止三点,现在四点多 啊,现在四点多 我们真的是感觉饿到不行啦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拍了两三个小时的视频的原因 就是第一次感觉到我们吃那个猪脚饭真的是肥而不腻 我从来不做这个吃的 那这次真的是肥而不腻 太好吃了 别人一般 就是... 跟自己的渔民一样 就是你忙了两三个小时之后来上一碗 就是肥而不腻的小感 普通的一样 太厉害了,太好吃了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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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的话有一句叫做 然后我就是 又来了一碗 刚刚吃完 吃了一碗那个猪脚饭 感觉那个肚子还会 鸡鸡鸡鸡鸡鸡的 所以忍不住又再来了一碗 这个凌晨 宵夜 基本上是超标了 太满足了 吃了一碗半的猪脚饭 我们看到了它这里是 早上一点钟才开始营业的 就是说白天它是不营业的 早上一点钟才到六点钟 只营业这个凌晨这五个小时 刚刚进来的时候这锅饭是满的 然后二十分钟之后 它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这才有三分之一 第一个小时的满 第二个小时的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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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满 三千满的猪脚饭 如果大家想吃 那个凌晨的猪脚饭 慢慢从汕头开车 到回来 一个多小时 来老姜这里吃 吃着 我来的猪脚饭 不走